本周五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无疑是举师瞩目的 随着多位美联储高官近期频频发表鹰派言论 似乎再为鲍威尔在年会上做鹰派发言做铺垫 越来越多的人猜测鲍威尔将在本次年会上 采取一种与市场当下预期相悖的强硬论调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在2021年的讲话中鲍威尔断言 出现苗头的通胀飙升很可能是暂时的 低失业率低过了劳动力市场疲软的程度 而且几乎看不到工资上涨可能导致过度通胀的证据 他赞同美联储在2020年采取更具通胀容忍度的货币政策框架 并表示非常适合应对当下的挑战 目前来看没有一项是判断准确的 在2020年杰克逊霍尔年会讲话中鲍威尔表示 通胀持续低于2%的长期目标令人担忧 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在一段时间内实现通胀率适度高于2% 这令美联储货币政策发生了变化 并最终产生了今天这般重大的影响 当时鲍威尔认为允许通胀略微升温 会让人们不再认为一旦通胀达到2%就应该加息 在当时持续货币宽松的政策下 这种方法非常有心意 并且通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远低于预期 但目前看来那个时候通胀没有迅速体现出来 是因为疫情封锁短时间内限制了大面积物价增长 因此鲍威尔的判断依旧是不准确的 从2020年通胀太低了到2021年通胀是暂时的 再到2022年鲍威尔很可能会说通胀太高了 为了不让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反向指标 今年鲍威尔的发言很可能会偏向鹰派 以增加自己对明年经济形势判断的胜算 因此市场目前回调避险是符合逻辑的 特别是个别板块在8月回暖过程中 股价上挫了超过50%以上 湿度降温其实是为后续健康发展做铺垫 鲍威尔显然希望今年的讲话能更有先进之名 预计他的讲话会围绕以下几个主题 首先需要表态美国经济仍有前进动力给大家信心 然后陈述目前的客观事实 劳动力市场极其紧张通胀高的令人无法接受 其次会不断强调美联储必须不遗余力 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抑制市场过热的现象 并加快速度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另外很可能会表态美联储不会因为CPI出现回落而松懈 加息步伐不会因此而缓和 除非确定已经能够实现2%的通胀目标 因为美联储政策利率预计将在明年3月左右 达到3.7%左右的峰值 即使美联储在未来几个月内转向较小幅度加息 也不一定意味着较低的利率峰值 换言之当下多加几个基点 后面就可能少加几个基点 当下加息基点减少 那就多加几次 最终达到峰值是不会改变的 货币政策紧缩的步伐与利率将达到的峰值 其实没有关系 加息周期一旦开启 并且目前通胀有见顶的信号 下半场的政策基本就已经确定了 期间股市的震荡和恐慌 其实都是舆论渲染出来的 我们回顾历史 从2004年到2006年 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25个基点 将基准利率从1%调至5.25% 在这整个加息周期结束之前 也没有人会预料到 美联储会连续加息17次 但是最终的峰值 其实在通胀见顶的时候 基本就确定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悉尼的朋友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-9188-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